那我们接下来眼睛拆完了 下一个比较不好拆的东西 就是嘴巴 嘴巴的话 我们其实要分口腔的 口腔和嘴唇的部分 那我让大家看一下我的嘴巴 这里 很可怕哦 你看 开了 嘴巴的话 基本上我习惯 画一个笑脸 我在镜子的状态的时候 我是笑脸 所以我会先画一个笑脸 对你们看我的嘴巴 现在分成两片上下唇 我习惯这样做啦 那有些人会连那个 肤色的地方都分开 那我是习惯画在一起 对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那我就是上下 你看叠在一起会变成一个完整的嘴巴 那这是我的上唇 这是我的下唇 叠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嘴巴 这样看得到吗 有挡到吗 总之在画嘴巴的时候 请先准备一个上下 上下的嘴巴 那这一块 你们看到肤色的地方 它就是所谓的遮罩 因为这样遮起来的肤色 才能够把你嘴巴里 所有的牙齿舌头 和口内的口腔 全部挡起来 所以一定要画 上面两片的肤色 你看这样 才能够整个挡起来 像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继续看下面的部分 下面的话就是 这个是我的牙齿 牙齿也要上下分开 那你就记得牙齿的秘名就会去 up和down 我就会这样去 上和下 上和下 然后舌头 因为我有做兔舌头的动作 所以我有画舌头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兔舌头 等一下 看一下 我有做兔舌头 所以我有画舌头 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画舌头的 等一下 我的嘴巴是会缩的 你看 继续讲 牙齿方前上下 舌头 因为我有必要 所以我做的舌头 在我的口腔内 我的嘴巴里面 是做了一个 后面的口腔和前面的口腔 因为这样子在张开嘴巴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深度 对 这是我的习惯 那为什么它们会被分开 你看 上下是会被分开的 因为我在张开嘴巴的时候 我们那个 就是它是代表我的舌头 那个浅的那个颜色 其实是代表我的舌头 因为我的舌头 如果吐出来的时候 是另外一个模式 它是做成一个开关 但我平常其实不会吐舌头的嘛 那因为我说话的时候 要有这个口腔的变化 啊 你看 就我说话的时候 我嘴巴张小的时候 我的那个舌头的部分 是会动的嘛 有看出来吧 所以你们在画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部分给考虑进去 要在嘴巴和那一块颜色 你们会发现颜色不一样 因为我后来有挑过 对 后来调过嘴巴的颜色 对 你们发现这个口腔的颜色 和舌头的颜色是 必须分开 因为你在讲话的时候 它会上下调动 所以我们要把它拆开来 牙医台 好哦 好哦 因为这样比较明显 比较好让你们想象 嗯 就这样 嘴巴基本上就这样 请记得 有一个口腔 加上一个 夹的舌头 然后把你的牙齿给放回去 牙齿 牙齿在说话的时候 其实会上下 你看 看我的牙齿 我会这样 我会这样开合嘛 牙齿会咬住嘛 其实每一个人的画风不太一样 不是所有的会师 他们都喜欢画出角色的牙齿 那因为我喜欢 对 我喜欢这个细节 所以我有特别把我自己的牙齿给画出来 这样在我就是有点 脸齿笑的时候 这样 就会看到我的牙齿会摇紧 对 这所以我才会特别画牙齿的 很多东西都是大家的习惯不一样 所以并非你们都要照着这样子画 那如果今天你有牙齿的需求的话 那牙齿请务必上下分开 就这样 让我的嘴巴牙齿全部回去 头发的话 如果想要拆 要记得先分发片 那在画的时候 我是习惯先画一个底涂 就是把所有的颜色填好 然后再切割 那你看我的头发就是这样 这样 这样 我把绿色这个也关掉哦 头发分成这个中间一根 我们来旁边看 中间一根 这里旁边两根 然后 这里有一块刘海 你看你看我这块刘海 这里 这里也分 这里也拆开 为什么要把这两片拆开 因为左右拆开脸在转的时候 它不用整块一起动 它会比较正常 然后这个都是 我都是做一整根的 也可以分开 要分也可以分开 头发是这样分的 你看一下 我旁边的这个都会 因为在转动的时候会有角度 所以这个我全部都是拆开的 像这样 后面 这样 然后 这个都是分开的 那你看我的光泽 也是一块一块分开的 你看看到我秃头的样子了 我有做阴影 阴影是分开的 阴影都要分开 我全部是分开来的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在学的时候 先把头部的拆涂先 先掌握好 那头发和眼睛 我会希望大家先把 这个部分先学会 先回来 我现在要讲的不是这个 我要先讲的是眼睛 先跳回来 好 头发的话 如果今天你们的发型的设计 像我一样 像我现在 你们看到我会动的刘海是 你们有发现我会 我会动的地方在哪里了吗 我会动的东西 这是我中间那一根 我的那一根 这样啊 这样你们也看到我的涂层了吧 我没有藏我的涂层 我都给你们看 你们可以看到 我的命名的方式 就是 刘海就叫刘海 M就是中间的意思 刘海的R嘛 刘海的右边 刘海的左边 像这样子 我一样会把 头发所在左右边 写出来 所以记得在命名你头发的时候 也一样要用左右边的方式去命名 头发的话 如果今天我刚刚说的 你的发型跟我一样 是有中间这一根 那我中间这一根 就记得一定要分开 对 看我中间这一根 我中间这一根 是会摇晃的嘛 那我就会把中间分开 那其实我的左右两边 就是梳开来的头发 这个 这个 因为它不用跳动 可是它要转方向 因为我的脸要转嘛 我的脸要转成45度角 所以我会把它分成两片 因为我在转的时候 才会比较自然 就不要让它是一大块 所以你就把它变成一片一片的拆开就好了 你们现在看到的 我的刘海 我的这个阴影 头发的阴影 其实会有一个界限嘛 就是因为我在画的时候 是把中间和这一根拆开的 那它们叠在一起 色彩增值的时候 就会有中间这一块影子 哈哈哈 我自己这个部分没有做的比较好 你们可以看到 我底下还有长影子吧 就是 这些影子 这些影子 就是你会看到我头在转的时候 我的影子会跟着脸转 然后当我头发在弹跳的时候 影子也会黏在我的脸上 你看我现在我的 我的这一块 这一块和这一块中间 是分开的嘛 可是我在做Live2D的时候 Live2D有两个 两个涂层的 模式是可以用的 一个就是 绿色 涂层模式你知道吗 这两个 这两个涂层效果 在你的绘图软体里面 如果你有需要用到的时候 是可以用的 因为在Live2D的软体里面 它一样可以做到 做到色彩增值 和绿色的效果 绿色就是发光啦 色彩增值就是加暗 那你们看一下 我的Live2D 你看我这里 我的刘海 有一个影子嘛 这边 这个就是因为我用叠的关系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影子 嗯 就是这样子 这边这边 对我就有用 我就有用它的这个 所谓的 成法 色彩增值 成法 那那个 变量就是加法 你可以看一下 这样就变量了 然后成法就会变暗 我现在是用这个方法去做的 所以才会 我中间的阴影 会比较深 是这样子 好啦 真的不是重点 这个是阴影的部分 那要怎么拆这个阴影 就基本上 如果你今天有把阴影给拆开的话 那我在摇摆我的头的时候 这个影子才会跟着我一起 所以也记得 如果你有画阴影 要把阴影拆开来 那至于要怎么接 我之后 这个美如美少女有说 有个好方法 我再来看看 要怎么做会更好 头发的话 如果今天我们做好一个 我们画好一个头发 那我们的头发 其实最主要 你还是要拆的部分 就是你的刘海 再来如果你跟我一样 两侧都有并角的话 并角也请左右分开 如果是这个 这个长的并角 短的并角 这个都一起把它们分开 而且是分成一整条的 头发不是在画的时候 其实是有法流的吗 你们就以法流的概念 把自己的头发给拆开来 像如果今天是这样的发型 的话 你就是把它左右分开一样 L和R取好 这样子 接下来我有把 我的头发还没讲完 我有把我的光泽是拆开来的 因为在转头的时候 转头的时候 左右会压缩 你们有发现吗 这样子 所以我会把 光泽拆开 因为另外一边在转头的时候 它会变 它会变窄 所以我把它拆成三片 就好像我的头发一样 我拆成三片 因为它的效果是高光 所以它到这边就会变色 它拆成三片 然后再来就是 画的时候 头发的涂层也要注意 因为我们的脸 后面不是有后发吗 那等于是 其实你的涂层 在画的时候 就要先分配好了 那我自己的习惯 先把整块画好 然后再去移涂层 就是先把前面整个部分全部画好 然后拆开来 再把一片一片涂层给放好 如果你的头上跟我一样有呆毛的话 你可以左右把它分开 那记得你的呆毛 要取L和R 一样 要把它拆开来取 所以我当初 当初在脸以上的头发 你看这是我的脸嘛 脸上面的这个头发 都是在脸上面完成的 但是我有涂层是在下面的 你们看这是在下面的嘛 这两块都是在下面 还有后面的这个后发 也是在下面 所以这三样涂层 就会画在我的脸的下面 所以在我当初在画的时候 其实就有想好了 对 这边 这边我有一个 有一块内缩的头发 这块头发当初的考量 只是因为我脸在转的时候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我脸在转的时候 你们有发现那一块内缩的头发 就会缩到我的脸的附近 所以我把那个头发给拆开了 因为这样看起来才像我的内缩的头发 全部有卷进我的头里 所以那一块是拆开的 然后这一根 这一根细的和这一根 你们有看到吗 就是我旁边这里 你们有看到我细微的这个头发 当初的考量也是 因为在我举头和抬头下面左右 在转的时候 其实那两块会有变化 所以我当初有把它们考虑进去 因为把它拆开来了 那这个都不是非必要 只是在你们在画的时候 就要先设想 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会被挤压到 那如果它是一整片的 你们想像我头发 如果我今天没有把细部拆开的话 那我在转的时候 就要整个涂层用凹的 那看起来就会很平板 阴影需要考虑光源方向吗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你的光源是非常强烈的话 因为像我自己这一张例会 我没有把光线画得非常的明显 因为我想说 我可能 我可能会处在不同的环境嘛 我不用刻意想受光面在哪一边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没有设定 所以我的 我现在的光线 其实你们看起来就是 感觉像是一个打得有点平的光而已嘛 只让我的头发有立体感 那如果你想要 让它有光影的感觉 我觉得也可以 其实我也看过 我也看过有人这样画 就是 假如说它的左侧是有光线的 我没有刻意设定光线 我只是当初在画的时候 我就只想要 让光打得比较平 没有刻意让光线比较强烈 因为我自己平常会画 比较明显的光影 其实就不是这种画法 我的画法跟现在就不太一样 对 问题很棒 因为背景会变 是啊 因为我曾经想的想法是 MeTuber有时候 会有任何的场景的变化 那如果我已经固定一个光源方向 其实会 有可能让有些画面 必须不协调 所以我当初其实没有设定 强烈的光线在我的头发上面 就好像是 就好像是我的 我的那个 这哪一个部位 我的脖子 给你们看我的脖子 不好意思 我的脖子 我的脖子不是有这个吗 这个蕾丝吗 我当初在画这个蕾丝的时候 也是把它一片一片拆开的 因为我有想像 如果今天我要转头的时候 其实它会稍微被我挤压到 会变化嘛 所以我也一样把它拆开了 哪些东西要拆得细 哪些东西不用拆细 就是那个东西是需要被移动的 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样子 等一下我先把脖子拆掉 脖子拆掉 脖子拆掉 这样 这样看出来了吗 它是这样子拆开的 因为我考量到头在转的时候 它其实会被挤压 所以我当初把这个 雷尸的这个部分 也把它拆开来了 那蝴蝶姐左右分开 就是为了要让它可以跳 你看 你们看 为了让我的啾啾可以跳动 所以啾啾的左右也要分开来 那你说我的宝石呢 要拆吗 我自己觉得宝石就没有拆这么细 宝石主要只有拆这个会咬的那一根 那一根 对这一根 是拆开来的 这个是整个的 看 我觉得这个不用动 那如果今天是精细的 精细的模型师 我先说这个不用一定要做 这个是另一种比较精细的技法 有人会想要把它这个光泽 上面它不是有一个高光吗 有人会设定让这个高光会转 会跳动 或者在转头的时候 那个光影会改变 那你就要把它拆开 就这样 是看 有没有 模型师是不是要做这么细 然后你的委托人是不是 或者你自己 你想要 你想要 你想要把细节种在这个上面 那有可能 这个模型师会着收备用啦 因为你拆的越细 动的越多 花的时间就越多 哈哈哈哈 那我当初的思维是这样子的 所以 如果它今天头上也是有这样子 类似 我现在脖子上这样的蕾丝 其实你就把它拆成 三份 最快的方法就是像我现在这样 拆成三份把它拆开来 它就在转头的时候 因为它可以这样挤压嘛 这样子挤 这样如果它转这边的时候挤这边 转这边的时候它这样子挤 所以它的 雷尸的部分看起来就会比较自然 所以你就会把它拆开 OK 然后 拆越多 模型师就会越累 当然啦 所以它一定会算越贵贵 而且有些地方其实不用拆 不用真的拆得很细 有些地方其实稍微拆就可以做到一样的效果 如果你是预算有限的状况下 我自己觉得其实不用拆得那么多 像有人把裙子拆很多片 我等一下一边讲裙子 像你现在看到我头上的这个帽子 我也没有拆得很细 我好像是拆前后而已 但我的玫瑰花 不是一朵一朵拆开的 如果今天有 模型师是比较 他是比较龟毛的 那他或许会跟你说 他想要把玫瑰花也拆开 因为它转的时候就会 转得比较好看 那就照做 但我没有 我就是把它整朵做起来 没有把它拆开 对啊 我没有把它一片一片的拆开 我是把它一朵一朵的拆开而已 这样子而已 这样子 我是这样拆而已 然后我又把这个拆开 这个带子拆开是因为 它上面这个 这叫缎带 是有光泽的 所以我觉得 把这个光泽的缎带拆开来 我在转头的时候 光泽的方向可以稍微 比较好做 然后下面的蕾丝 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的蕾丝其实只做一整圈的 我没有 我没有把它整个拆得很细 这是我自己觉得 我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做得很细而已 但 每个人有不同的考量 这是我的风格 就是 我没有 我就 你看我在转头的时候 其实根本也不用拆那么细啊 因为我举头的时候 后面如果要看不到 我就把后面藏起来就好了 所以其实 是够用的 帽子的拆图一样是 等一下哦 把它 还原 好 帽子的拆图就是 蝴蝶结一样 中间这一个要拆开来 你们有看到 蝴蝶结如果你今天要画蝴蝶结 中间不管是装饰还是什么 我会 就是取一个叫M 然后左右就要分开 看 一样又有这个黑暗大法师 这样讲你们就记得了 蝴蝶结可以拆成黑暗大法师 你在动的时候 它就会很自然的左右摇摆 上下的时候也会跳动了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这样拆的话 它跳起来 它感觉就会很像一块 一块只会左右摇的东西 取名字很重要啊 不要忘记这一点 左右一定要拆开 记得取LR 然后东西位于上下 记得取UP和DOWN 这样就好了 只要这几个点 模型师就看得懂了 假如说像我的取名习惯 就是先取名字 假如说是像你们看到我旁边这样 这个啊眼线就很明显嘛 看一下 对啊眼线 我有一个下的眼线 移走移走 我有一个下面的眼线 我就取这个叫做下 那因为我有想要让扎眼的时候 我的睫毛是会挤压的 所以我才把睫毛一根一根拆开 有时候是 我觉得啦 会师他们不一定懂 为什么要这样拆才能够做图 因为他毕竟不是模型师 他没办法知道说 我这样拆的时候 会有什么印象 那我自己的考量最简单的是 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一整片的 假如像我的 这个 我们现在讲完头部了嘛 头部很重要讲完了 像我的这一块 我的这个 这个就是拆成三块 因为身体会转 会挤压 你就这样想 左右要转的时候 会挤压的东西 我会把它拆开 那这个身体的话 会师跟模型师的概念差很多 我也觉得耶 所以蛮多会师是 模型师其实需要跟对方沟通 才会知道 这个才是他要的东西 如果我今天你们没有概念的话 你们大概也不知道 蝴蝶结要这样拆吧 我所有蝴蝶结都是这样拆 大片的也是这样 你看 对 你们要这样拆开来 他才能像 刚刚那样子可以跳动 请问那个欧派要摇动 需要拆图吗 要要 欧派要左右分开来 而且 因为我的 我的欧派是 平的 我有左右拆开他 怎么办 我要让大家看 看害羞的 妮妮了吗 这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我先 我就这样子好了 好这样 让你稍微这样看 这样 这样可以看到吗 像这样 我有把 我有把妮妮的左右 要分开 就是你在画的时候 左右分开 可是我有一个地方没有做好 就是 我这边有一条线 这个其实是应该要插掉的 我当时画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可是因为我在 就是 乳妖的时候 是不用左右摇晃 所以其实你们 看不出有这个bug 这个其实是不该存在的 因为你们在画欧派的时候 其实要左右两颗分开 一样要分R和LO 然后影子也要分开 如果胸部是有阴影的 记得把胸部的阴影分开 然后胸部上面 如果你有画线条的话 把线条和你的肤色分开 这样子 那因为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摇晃我的欧派 所以我并没有做这个部分 对啊 胸部其实是 它的拆土的话 因为 因为在摇晃的时候 是它是 有些人在做乳摇的时候 他会左右摇 然后上下跳 然后左右挤在一起的时候 会左右弹 所以你一定要左右 把它分开来 其实会摇起来比较正常 哈哈哈 可是因为我都没有 做过大波音的角色 加上我是个贫乳控的关系 哈哈哈 所以非常不巧的 我没有 我没有大胸部可以 让大家做参考 嗯 刚好我画的角色 全部都是贫乳 嗯 听起来很棒 你哪里不对 哈哈哈哈 好 我的脸上的阴影 好我先放回来 嗯 那再来 啊我刚刚 忘记补充欸 但是这个等一下一起讲好了 我先从头发开始 对我们现在从头发 刚刚头 刚刚眼睛和嘴巴 大家有概念了吧 眼睛和嘴巴有概念了吧 眼睛和嘴巴有概念了吧 那我现在要讲头发咯 现在要讲头发 那个尾图是请模型师去跟会师讲SOP吗 还是会有会师分2D专门的 应该说是如果今天你想要请一个会师帮你画live2D的模型 假如说你今天要做Vtuber 那你先问他有没有经验 如果他没经验 那十字八九其实他不会猜图 这样子不能讲专门就是他有没有经验 他有猜过 那他一定就知道怎么猜 只是他虽然知道怎么猜 但他的想法可能还是跟模型师会有一点点差距 这个剩下的是由他们两个去沟通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觉得最好 最好是直接找他是不是有猜图经验的会师 那没有的话 那就他自己 如果有具备这个 有具备这个观念会比较好 不然其实像你讲的 他们的观念不太一样 那他可能不知道要这样子猜 感觉会师要学的东西 要跟模型师多学要狂改 传统绘图教学没有教猜图 当然啊 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画Vtuber的立会 算是一个 会师界里面的新兴行业 因为其实不只画 模型嘛 他有的时候也是要画动图啊 现在不是有蛮多人的OP和ED 都是画一张漂亮的CG 然后角色会动嘛 就是会一点缓缓的移动的那种动图 那个其实也是用Live2D做的嘛 那如果想要做出那样的动图 会师也一样要猜图 所以这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只要这个会师 他有做Live2D的猜图的概念 他应该就懂得猜了 因为他应该就会猜了 照理说啦 不然他们可能都是需要学习的 相信今天来听的人 有一些人可能也是 纯会师你们会画 但你们没有猜图的经验吧 你说刚刚提过眼睛的 你想问一下 心形眼有办法按个按键就换过去吗 那你讲的已经是Live2D的部分了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你讲的是Live2D的部分 就是模型师的 模型师要做的事情呢 如果你是会师的话 你的那个心形眼睛 就是先画起来 就是全部涂层都要画 你需要展示的所有的物件 不管是头发要换 你的眼睛要换 效果要换 全部都画上去就对了 那模型师基本上 他要帮你做眼睛的切换 他可以用开关 所谓的开关就是做打开和关起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我眼睛没有做心形眼啦 所以我没有办法拿眼睛来给你看 但是我有做一个开关就是 换掉我身上的衣服 像这样子 这样子 就这样换掉而已 这样看得到吗 这个就是开关 那 髮型也是 髮型也是开关 像这样子 有些人会做一些特效 就是切换的时候 会有切换的特效 那我没有做那么复杂 像这样外套的开关 那你刚刚讲的眼睛 一样是这个意思 你画好了一个心形眼 给模型师 他就只要设一个开关 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所以就这样而已 哈哈哈 只要你记得画就好了 哈哈哈 你说表情是另一回事吗 切换表情吗 切换表情也是开关 那就是另外一个意思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做法了 就是他可以设定 我这个面部软体 就你们看到这个 可以让我动起来的软体 设快捷键 然后切换我的表情 那你们现在看这样啊 生气 我就是设一个表情这样子而已 生气 嗯 然后 难过 我就设一个按键而已啊 脸红 啊 然后我会 我有阴险脸 像这样 有一个心法 我可以跟你们讲 对 就是 如果你想要显现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 存在你身上的 就是多余的东西 都要画 例如阴险脸 需要阴影 这个模型师 不会帮你生出来 所以请你画出来给他 那如果是脸红 一样你要把脸红的 这个 这个 漸层画出来 模型师才有办法帮你切换 但如果是生气呢 生气只要凹你的 眉形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不用画 你不用画生气的眉形 你也不用画伤心的眉形 这样子可以理解了吗 就是你身上有的东西 本身有的东西 其实可以捏得出来 像表情 表情的画是什么 眼睛张大 像这样 张大 嘴巴变形啊 这些东西你在做的时候 不是都画上去了吗 所以这些东西 你不用画出来 都是靠模型师去帮你捏就好了 那无中生有的东西 你就要画出来 就是这意思 你常看到有人会大小眼 你的意思是说眨眼的时候 就是会很不灵光吗 你是要说这个吗 如果是眨眼不灵光的话 有些是设定的问题 不是说模型做好之后 你放到面补软体 就是VTS 上面就可以直接正常的捕捉 其实适应要 要因人的眼睛的大小啊 依他眨眼的程度啊 去做一些细部的调整 都可以在软体上面调 那一开始测试的时候 其实就要先调好 那有些模型师 比较好心的 他会教你怎么设定 让你的脸部更加正常 因为说真的 人家不是说 VTuber也是一种布袋系吗 其实灵魂是在超偶斯啊 除了你的模型做得好看 这个控制模型的人 他也要会控制他 对不对 你要有效果 你要说话有效果 你要表情有变化 你要啊 你要做一些可爱的变化 你要眨眼笑笑 啊 这些是靠你的脸啊 不是模型自己会变的 这个 其实跟操纵的人也有关系 所以说不定 你常看大小眼的人 那个人可能在眨眼的时候 眨眼的时候 可能就是 或许他眼睛比较小 所以侦测就出了问题 然后再加上他没有配合好 我的意思是 脸部的范围 跟本人的脸部需要校正 对也可以这么说 要做细微的调整 因为在面部软体里面 他其实可以做就是程度的调整 假如说眉洞的程度啊 眨眼的程度啊 像这样 睁眼的程度啊 这些其实可以调整 那在做好模型之后 我们中之人 对 是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在上工的 那还有一点 有可能是他的镜头不好 有些人用的是摄影机 网路摄影机 然后没有用1080p的 就是不是用高画质的 那他可能环境比较暗 所以侦测就有问题 就很容易眼啪 会侦测起来眼啪 也是有可能 然后如果想要捕捉再更精确一点 我其实也还是推荐用手机捕捉 用Apple手机面部捕捉 其实是最正常的 对iPhone没错 因为iPhone 它有面部解锁 那拥有面部解锁的机型 做面部捕捉的话 它其实非常的灵敏 那我也是在最近 才换成用iPhone做面部 我发现差很多 就是像我现在这样 我在笑的时候 不是会有点瞇瞇眼吗 这个以前 我的摄影机是捕捉不出来的 这个其实跟做模型的人没有关系 因为我的模型 其实都有做到位了 眼镜喔 眼镜 眼镜 眼镜会有差吗 喔 不会 因为我本人也是近视 所以我平常都是戴着眼镜做面部的 我近视很严重 我是高度近视儿童 只有苹果吗 我是换成苹果才做面部的 其实我没有试过用其他的机型 是不是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事 事实上我没有试过 为何安卓不行 我没有试过 但 但 它会 苹果会被人家拿来推崇 就是因为它的面部捕捉比较厉害 它比较精细 你 你想